在现在已经接近午夜之时 台风的中心也在八点钟的时候 从高雄出海了 目前的话是在南台湾地区的降雨状况 是比较明显 尤其是山区的部分 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从现在午夜以后开始 一直到天亮这段时间 因为台风的中心在高雄西方的海面上 整个云带的发展会进入到 我们的南高屏三个地方的山区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雷达了 雷达上面出来的就是台风的中心位置 已经逐渐的从高雄出海了 风场来说渐渐的由西风 要转为偏西南风 但西南风上来之后 又跟我们的地形产生了一个垂直的作用 所以从今天的傍晚以后开始 南高屏三个地区的山区的降雨状况 就快速的累加了 而整个水汽通过了恒春半岛南方以后 到达了台东 甚至到达了花莲 这边水汽在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水汽又遇到了山脉 所以在花莲的朋友就会发现到 山区的降雨状况明显 所以在南花莲一直到台东的朋友 在今晚一直到明天都要特别注意 这个台风整个移动的速度来说 从中心的通过中央山脉到进入海面 速度来说大概缩短了三个小时左右 这也就代表一件事情 未来它将会有比较大的机率和稳定的速度 朝着福建的方向移动 当它在明天白天到达了澎湖南方海面之后 澎湖又要注意 再来金门的朋友 金门是在明天的下午到傍晚的时候 风力部分会有东南风上来 所以金门的风力部分会在偏大 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在今天一天下来累积的雨量部分 从雨量图上就可以看到 以这条线就是中央山脉的零线 这条线以东在今天的白天降雨多 可是这条线以西的部分 在白天一直到天黑之前 其实都没下雨 可是当台风的中心通过了 屏东的山区雾台以后 接近到高雄的时候 这段路径过来的过程当中 水汽发展开始进入 所以屏东山区高雄山区 降雨状况开始明显 现在午夜接近之时 整个西部沿海的阵风都比较偏大 你晚上出门去要特别注意 风比较强一些 骑车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 海边城镇的朋友骑车要注意 那东台湾的风力的部分 随着台风已经进到了台湾海峡 风都已经开始逐渐减缓 唯一要注意就是雨比较多 另外吸水的部分有暴涨的状况 那再来我们就看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的卫星云图了 这个台风的特性 云系发展主要都在它的环流结构带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台风已经逐渐进入我们台湾海峡之后 云带的发展也随着它开始逐渐的往 台湾海峡的方向在移动 以目前来看 大概这个云系的发展 在礼拜一这一天 还会影响到南台湾 礼拜二的时候 中心进到福建以后 我们的水汽发展量就会开始减少 这也就告诉大家 到礼拜二以后 当台风中心一进入大陆之后 水汽发展会随着风场开始吹 偏南风上来 而使得在福建这边的降雨明显 但对于我们台湾上空的降雨状况 将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不过要注意 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早上这一段 它在澎湖南方海面 逐渐的在逐渐往西走的时候 我们的风场会开始有点要回南的风上来 回南风上来 就会使得东半部地区沿海震风 也会略为偏大 还有一个就在西半部的沿海震风 会因为风过了中央山脉之后 整个使得风场来说 有一点偏着一个东风到偏着一个东南东风进来 所以相对的在今晚到明天天亮之前 海边的风力部分都会偏强 接着我们就来看什么 看看它的路径了 从路径途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今天晚上已经在高雄的西方的海面 现在目前看来它会以稳定的速度 速度并不快 所以在天亮的时候 大约就到达了澎湖的南方的海面 到了礼拜一的晚上的八点钟的时候 就已经逐渐的接近金门南方的海面 你可以注意一天的时间 刚好就这样子通过了我们台湾海峡这一段 当然这是好事 因为走的速度至少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以时间来切割 就大约在中午的时候 已经到达澎湖西南方的海面 可是这一天当中水汽上来 水汽拉上来 使得在西半部地区的南高坪的降雨状况 就要特别的留意 但台风的中心只要过了澎湖以后 再往西走的时候 其实我们沿海的阵风的部分来说 都已经会开始逐渐的减小 还有一个要提醒就是嘉义跟南投 山区部分也要注意 因为地质比较脆弱 雨的部分比较大 就比较容易会有些状况 台东跟花莲部分的水汽 在过来的过程当中 有些零星的水汽会进入 而且还是有些持续性的一些 降雨的状况出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路径前市了 从这张最新的前市图上 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在未来的时候 它将会稳定的速度朝着偏西的方向走 一天的时间到达金门南方海面 礼拜二的时候就已经要登陆了福建 礼拜二的晚上就减弱成为低气压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系统 幸好它在台湾海峡走得快 南部地区的降雨状况 就主要在礼拜一的时候比较明显 礼拜二以后降雨就会减少 礼拜三以后开始 我们就开始变为偏向于 午后震雨的天气 所以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随着台风稳定的朝着西的方向离去 那小朋友问我说 会不会引进西南气流 不会因为当它只要能够顺利的登陆福建 再往西走之后 水气发展会往大陆方向走 那对于我们台湾上空的风场 就会渐渐的变为偏南风 所以大概从周二到周三 我们就开始变为一个午后震雨的状况 这个礼拜的天气形态说 就渐渐的回到一个夏季型的天气了 小丁明给你一个提醒 特别注意的就在于沿海的震风墙 晚上到天亮之前 海边城镇的朋友骑车还是要特别小心 还有南部山区的豪雨的状况会出现 溪水都有暴涨 你没事别到西边钓鱼会有危险 另外山区的路况偏差 那礼拜一到礼拜二 南部山区 东部山区就请你千万别靠近 台风夜的晚上 还是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朋友们